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2月6日 星期日 又大爆發 我想明天後日繼續是很多的 厲害 本港新增342宗本地感染 有患者曾經初一初二 去到車工廟和保鏈子 醫管局呼籲初步陽性市民 切勿急勇到急症室求診 不會加快入院流程 即是他說你中了走去 公立醫院 你叫是不會加快入院的流程 即是叫你自己家裡隔住 截至今日的零時 即是6號的零時 本港新增342宗COVID-19陽性個案 涉及多間院舍 深水埗玄洲街百樂岸路遠 一個93歲的女院友 他沒有打針 大約30個長者和7個員工需要檢疫 將軍澳救世軍保臨長者之 加一名保健院 亦都確診 亦保健員 40多名院有需要檢疫 何文田常盛街 要能協會成為委員 更加有四個員工中招 包括兩確診 兩初步陽性 涉及員工 涉及廚房員工護士等 一樓和三樓的人士需要檢疫 大廈方面 出現沙田石門村美石樓 兩個07單位出現確診個案 衛生署人員證檢視是否有人需要接受這個檢疫 雖然長遺風強檢 去到明天的屯門大興村興泰樓 兩個06單位和兩個10樓單位 亦都有人檢疫 由於單位分佈甚廣 和分散 當局會調查是否有垂直 橫向 這個傳播 而決定需不需要再去檢疫 而深水埗鴨寮街 福昌大廈的穆斯林教會 累計有11人確診 其中一人初步陽性 元朗廣場亦累計有13名工作人士確診 包括清潔工 保安 售貨員 餐廳工作人員等等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主任張竹君說 不少患者新春期間去過多很多地方聚餐 尿因中國人的傳統移食飯拜年 亦有部分患者本月1號 2號 曾經去到寶蓮子 車公廟等人多的地方 擔心會有傳播 此外廣華醫院一名89歲的女病人初步入院呈陽性反映 一名職員及同病格的4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檢疫 伊莉莎白醫院一名62歲女病人接受血液 透析之後 造行常檢測情初步陽性 同訪4名病人需要檢疫 百外醫院一名31歲男病人入院悉查初步陽性情況穩定 一名抽血員及一名運作助理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 另有6名病人送監測病房 其他員工則要醫學監測兩個禮拜 即是博物醫院很大件事 近日政府鼓勵市民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 並派發快速測試包給市民 自行檢測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確護 即是這個我都不明白 他是質素及標準 即是檢測那些人的質素及標準 這個劉家憲表示 不少市民驗出初步陽性結果 即刻去到急診室 很多急診室出現大量的求診人士 導致大批求診者 需要在急診室的分樓站 分樓站外檢測 才可以安排他們入院 他呼籲市民社區檢測之後 若收到SMS通知為陽性結果 應該留在家裏自我隔離 在家裏等候衛生署的進一步指示 即使 他這樣說 去到急診室 亦不會加快入院的流程 劉家憲繼續說 如果經快速測試 顯示結果呈陽性 若沒有病徵 請你保持冷靜 去到急診室時 應內心等候醫護人員安排 進一步檢測 他又說明日是長假期後 第一個工作天 預期急診室的求診人數會 急劇上升 甚至出現飽和 呼籲病徵輕微人士到普通科門診或私家診所求疑 卑心處處長林文健估計 現時社區上有八條隱形傳播鏈 應用疫情十分嚴峻 被問到科目調控 就是 感到提起市民叚生收起傳播風險 對 本身你不中 你去排隊強檢 可能是當時中了 我呼籲你等少些人才去強檢 千萬不要不去 犯法 林文健就說 目前檢測能力的確不理想 不少地區有排長龍現象 政府以增加檢測能力 希望重啟火眼實驗室之後 每天的檢測量能夠增加到30萬次 不過在你要強制檢測的時候 林鄭是不用強制檢測的 政府昨天宣佈 污水監測站區域污水對新型病毒的情陽性 顯示該區可能有隱性患者 部分地區要強制檢測 不過在 中區山頂道 馬幾仙峽道和紅綿道 一帶未被立入強制檢測地區 該區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官帝 禮賓府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和警察總部等等 政府發言人說 政府會按風險評估採取最合適的更進行動 其中包括 遺風檢測 強制檢測 派發快速測試套裝鼓勵市民 願檢盡檢 等等 而昨天已經一致呼籲地區願檢盡檢 同時林鄭和她家人和禮賓府的員工 將會配合軟檢盡檢的呼籲 只能使用快速測試套裝 進行檢測 你們要強檢 我們特首哪用 她高高在上 林鄭月娥說 為了盡快達到九成或以上的目標 打針目標 政府會很快落實相關的規例 即是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到時沒有打針的人士 需要面對進入很多處所 或者出席活動的限制 入處所的限制 她說疫苗通行證2月24日實施 政府在本週內 即是下星期本週 明星期一 公佈詳情 還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市民 特別是長者 請把握未來兩個星期的機會去接種 否則 日常生活會面對很多不變 和限制 因為有過百名香港的 中港跨境司機 入住的羅湖自選假日酒店 疑似曾經有確診司機入住 酒店需要隔離檢疫 司機無法出訪 送不到貨 大批公港的先貨產品 如蔡芯、蔬菜等受影響 蔡園突然切斷下 全港的蔡檔 蔡價 瘋狂飆升 全灣街市今天 蔡芯價格比農曆新年期間更貴 由每斤15元加到28元 加幅超過80% 今天冷冰冰熱滿的火鍋菜類 好像豆苗那樣都缺貨 今天的蔡菜升八成 快要貴過肉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主要都是講疫情 全部都是疫情新聞 我發覺 所有報紙 記得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分享、訂閱頻道、月費贊助 多謝你們 拜拜 Patreon 支持 明天再說一些散放火 再說一些可以的東西 我都覺得香港很慘 食物又加 薯片半年貴了22% 花生油一年加價8.8% 香港什麼都貴 工都沒得開 不用淒涼 多謝你們 撐住 我自己預計撐到7月左右會好回來 多謝你們 拜拜